作为一名资深的汽车媒体人 或者说是一个超级的车迷 那么在你心中 一定有那么一款史诗级的作品 那么不管是实在的变革 还是历史原因 很多作品可能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是那些品牌也已经消失匿迹了 但是人类总是幸福的 有一些形象是永远不会被磨灭的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些涅槃重生的车型 对于那连级骑士来说 我们都会记住它发明于奔驰 但是会忘记麦巴赫这个名字 那可能是因为奔驰一号 积攒出了塔伊多的成功的经验 威廉·麦巴赫也在此基础之上 成立了自己的工厂 很快打造出了自己的发动机和整车 因为一战的时候 麦巴赫接触了骑柏林飞艇 所以麦巴赫父子也是发了一笔横财 借助着这笔资金 麦巴赫的造车事业就此展开了 凭借着独到的设计和无与伦比的豪华 当时得到了很多政客们的宠爱 甚至名气一度也超过了劳斯埃斯 好运不可能重复降临一战 让麦巴赫一夜暴富和等到二战结束的时候 节节衰退独播经济 让人们对于豪华教育车的兴致全无 麦巴赫不得已全面宣布停产 直到1960年 奔驰收购了正在出售的麦巴赫品牌 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和修缮 其实这两个品牌的情愫远远流长 早年麦巴赫旗下的很多车型原型车 都是戴姆勒温驰的产品 而今天经历了5762两款辉煌的产品之后 温驰已经把麦巴赫从独立品牌 变为了全新的命名方式 这也代表着麦巴赫三个字眼 会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生存 就好比S680双调典藏版 由内而外都透露着当年麦巴赫品牌的辉煌 用大气领人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它 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虽然很多人诟病 现在麦巴赫是在S级基础之上升级的配置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对于豪华的解读也是一种品牌精神 你永远不会在S-Class上面体会到幻影 或者是沐上般的奢华感受 只有懂得其真正蕴含的 才是懂得奢华感受的贵客 据说在玩越野的人群中 是存在一条鄙视链的 而如果你想成为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 那就必须拥有一台路虎卫士 它不但是越野领地的性能王者 更是路虎品牌的精神象征 毫不谦虚的说 如果没有卫士 就没有路虎今天的一切成就 和麦巴赫走向没落的大背景相同 二战后英国人同样贫困潦倒 这时他们最需要的是一台能让百姓吃饱饭的农耕机车 于是卫士就这样诞生了 随着皇室军队的大规模采购 不到十年的时间 卫士的销量就突破了一百万台 随之路虎也推出了硬顶 敞篷 皮卡 长短轴等等多种版本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 曾经的卫士一直以简单可靠的极限文明 亲民的低廉价格也是至少法宝 而逐渐变为高端SUV的它 却因为过高的售价和超大的排量走向停产 短暂的几年反思之后 路虎上个月发布了重生的卫士车型 涅槃归来的卫士设计风格依旧极简 只不过线条稍有圆润 整体感觉萌化了不少 如此先锋的设计确实是实用 工程和设计融合的一次巨大挑战 全新一代的车型配备了更多现代化电子化设备 但结构依旧机械 功能性和耐久性也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探险 远征 丛林 都市 四套设计套装也绝对满足所有人的适合远方 唯一还有带考量的就是那套2.0T的P300发动机了 2017年一始宝马就宣布即将停产旗下的六系轿车 从而为其复活八系轿车铺平道路 历史就更有意思 1989年八系轿车的诞生就是在于六系轿车停产的基础之上 为了和当时的梅夏德斯奔驰SEC一比高下 宝马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将八系的概念车 变成了量产车并且投入了生产 这台花费了10亿马克打造经典 一惊问世就获得了众人赞赏的目光 的确曾经的八系实在是太美了 车身宽大低矮 曲线和直线的交织 让它极具90年代的科幻色彩 从起初的850到后期的CSI 840CI 十年间的寿命区间 八系总共才卖出了30603台 过于惨不忍睹的销量让宝马被迫关闭了生产线 沉睡了19年之后 一代经典终于回归 宝马甚至还带回了当年流产的M8 以及敞篷版本 依旧宽大扁平的车身是致敬历史的最佳印证 更夸张的套件造型是传承了经典之外的突破和创新 作为顶级旗舰产品 八系无论是性能还是科技配置都是无人可比的 且宝马还吸取了过去失败的教训 96.8万元的起售价应该会避免短命的悲剧再次上演 有人说经典一定是短暂的 或者说短暂的一定会成为经典 那么经典一定会被人铭记 就算是它销声匿迹了 一定还是有机会涅槃重生的 那么在下一期节目中呢 我们同样去聊一些堪称经典的设计 不过这一次不是娇小汽车了 而是那些宏伟神圣的大教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